游路市門速度又比平常再快一些 因為春節前物流忘記 這趟風大約增加一成 郵局透露跟往年過年相比 今年的貨運量差不多 依據往歷的我們的經驗的話 大概在農曆年前的五到六天的話 量大概會增加一點點 那今年因為整個的物流 都持續的順暢 郵政公司建議民眾 如果要在下週四最後上班日前到貨 一月十三也就是本週五就要寄出 時效性或是效期比較短的物品 建議使用快捷鍵 離島地區更要注意的是 金門地區一月十二就得趕緊寄出去 而因為清水隧道中斷 中華郵政表示會改走難回 但工作日會增加一到兩天 趕趕趕因為今天送不完 明天一樣得繼續 但要注意了 黑貓宅即便春節假期前 暫停飛契約客戶到府集貨 也不能指定日期或是配達時段 什麼時候能送達無法保證 離島地區的民眾會受航班再能影響 春節期間初一沒有營業 另外像是翟沛通跟新竹物流 一樣過年前不提供指定送達日及送達時間 過年期間翟沛通提止收送澎湖金門獲見 雖然夜鎖不打烊 但初一初二暫停取見 新竹物流則是下週三最後集貨 下週四最後上班日做配送 直到顧完年1月30號才恢復配送 只是說員工們趕工送貨 雇主的薪水也得大方給 中華快遞卻傳出因為加薪不成 醞釀罷工 下週一甚至有30多位員工集體收假 我跟你講這是工會員工的權益 後續還會學商 公司治理就以董事會結業為主 工會提出每年固定調薪至少800元 以及加發1.5個月的績效獎金 勞資協商破局 中華快遞員工目前正在投票罷工 希望資方展現誠意讓員工過好年 八大新聞林文綜合報導